这部电影从一开始放出消息的时候 记者们都很捧场报道了很多东西 然后后来播了很多预告 在那个脸书啊微博都造成很多转发 然后民众讨论得很热烈 后来小时候的MV再发出来之后 大家都说天哪 太感人了 我一定要去看小孩子怎么那么会唱歌 然后都一直让我存在的一个幻想 就是说我们这部电影就是 讨论度高到不行 接下来应该就是顺势的会票房大卖 可是如果就是前面讨论到不行 然后电影上映一个礼拜之后 就默默的下档 我觉得我会有一种 想要退出演艺圈的感觉 所以你们会想要失去小S吗 如果不想的话 我拜托你们 五二七一定要进戏院看痴痴的爱 不要让我默默的退出演艺圈 我是要当演员 导演蔡康永 你们姐妹俩发展的方向不太一样 她不过情绪的邪心 小S 徐希帝 邪心也是会演戏的 林志玲 向全世界开笑话很高兴了吧 我的专长就让人在开笑话 痴痴的爱 宪政热映中